水谷笋从相持能力上来看 它是非常好的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 尤其是中远台比马林要强 但是马林的优势就是变化莫测 而且在前三百有明显的优势 水谷笋用咱们中国运团的评价 就是说它这个手感是应该说 在世界的外国运团里面是最好的之一 另外它这个打法也是属于比较稳健的 稳中带胸的 再加上它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所以比赛一般还是比较稳定的 是的 所以一般说的高水平的运动员 这是刘国栋 他是宁波海天速机的教练 曾经也是国家队运动员 然后是刘国梁的哥哥 然后到新加坡 指教了一段时间 当时是陕西 这个平常联赛的时候 在陕西的指教 马林在2008年获得了奥运会男子单打的冠军之后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2012年的奥运会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水平高的时候 就对于中国队来讲 竞争就非常激烈 你像马林可以说参加本次的奥运会 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未知 就是希望很大 但是还需要努力 因为后面你像 你可以看看像王浩 像马龙 像张继科 都具有非常强的实力 可是报奥运会的比赛只能报三个人 单打只能报两个人 所以对于水骨笋来讲 从这一点上是手拿把钻 日本队肯定 两个奥运会单打水骨笋可以进 根据奥运会的规定 6月1号应该是开始平安球报名了 因为中国运人在前28名里面 有8名运人员 所以对我们网开一面 也算特殊照顾 把我们的报名期限推迟到6月10号 所以6月10号 大家就会清楚了 谁来参加伦敦奥运会 不过每次我看到奥运会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调整 是的 都有一个机会 但对中国队来讲 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尤其张绮科在这次世界平凡球锦标赛 拿到冠军 可以说在拼朝联赛上 又有出色的表现 去年带领一门 露安集团俱乐部 拿到了联赛的冠军 所以对张绮科来讲 现在就是砝码逐渐的增大 第一局马林打的不好 第一局马林打的不好 取得了胜利 要是你觉得从第一局来看 你感觉有什么问题 一个就是说马林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我觉得就是说 于前一段刚参加完世界锦标赛 人的整个身体比较疲惫 再加上他年龄稍大一点 就是体能的恢复和精力的 精神上的恢复稍微慢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老运员 他会很快的调整过来 很快的会进入状态 前不久跟马林 有一次接触在聊天的过程中 他也说 他说俱乐部联赛 他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他认为俱乐部联赛 除了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 发挥手评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回报赞助商 因为赞助商出了很多钱 他说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马林这种打法 就是你跟他越熟了 对他越不利 熟了以后 他的特长就很难发挥 比如他的发球你不吃了 他的变化你适应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运员 都对马林比较了解 因为他是一个老运员 他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很突出 优点就是正手的杀伤力 步伐比较快 积极主动 先发制人 缺点就是反手比较弱一点 特别是跑到正手以后的反手 空荡就露出来了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缺点 你不见得能够看得住他 不见得能打得住他 没错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前级板球 控制比较严密 另外上手比较积极 总抢在你前面 没错 在于他这个变 这个变化很重要 变化很重要 作为三十多岁的老将 马林可以说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他这种打法和王立琴还不一样 他属于完全是靠这种机智敏锐快速 出人不易攻气不备靠这样来打球 另外又是单面拉需要非常好的步伐和良好的体能的保障 所以从现在来讲 他能打到这个年龄在中国运动员里头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是吧 马龙这种拼搏精神 确实值得我们广大的运动员学习 就是他从来不肯轻易放掉一分球 兢兢业业认真对待每一个球 元老过去在十年前 像郭月华那批游动员跟马林比较相似的你觉得有谁 郭月华跟马林的打法就相当近似 也是属于正手比较凶的 反手稍微弱一点 马林是反手采取一个是进台推挡 反手还有一板反拉 郭月华他反手比较弱 但是他主要靠切 撤切 就是你一旦弄到反手 他撤切一板 这个球过去有点下旋球 不太往前走 对方往往这板球很难上手 掩盖和弥补了他的反手的缺点 再加上他的步伐特别好 但是总体打法是很近似的 现在又打到了关键球6比6 像马林这种打法要算球算得特别好 就算得特别好 一分一分扣 这就打到他的套路上 加油 这个逆旋转打得非常好 这个球和张继柯有相似 就是手腕外展的过程中发球 而不是往里勾 而是往外展 又来了 你看马林在处理这个进网球的时候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有的时候接球很早 有的时候接球很晚 第二个就是他向侧的动作比较多 有的时候向左 有的时候向右 这个向侧以后 这个球就借转 顺势 这种东西就往往隐蔽性就非常强 还有一个好处 就往侧用力的时候 可以躲开他的旋转头 就我们讲的旋转轨道 是 他的正面的旋转是最强的 对 他打到侧面 这样旋转的区域正好打到弱区里 马林第二局10比7领先 根据双方的排阵来看 第二场 第二盘就是智商银行的张一博 对宁波海天速机的马龙 观众朋友 这次的2011年的361度中国乒乓球 俱乐部超级联赛是从5月9号开始的 当时是在江苏南通举行的开幕式 那也是八一荣胜重工的主场 从那开始到9月10号 平朝联赛本年度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可以说是历时三个多月 第一阶段呢 就从5月29号一直到7月31号 第二阶段呢 就是8月4日